专业导包青铺船 回收出售20网 今天出售8条20网 第一条 五指送到网友13公分 上面是四边 一顶大力码线 下面是建口交涉线 人工杂坠的 第二栋高度5米1 全网的重量 大概得要9斤 50个兜 450 第二个 狂野线 上面是单丝 中间是那个狂野线 小细线 人工杂坠的 花生网 这个全网是8.7斤 第二栋高度4米5 这个450 这个 野井四边 两指第二栋高度4米9 全网重量11.3斤 成大力码线的 这条 小细线 上面1.5号 下面2号 这条 这条是400 保佑 还有这条 进口交涉线 第二栋高度4米8 上0.40线号 下0.45线号 55个兜 全网8.8斤 450 第三个 德哥进口原子线 四指的网也 掉栋高度5米8 全网的重量 小时劲 9.8斤左右 60个兜 人工杂坠了 花生网 上面0.40 下面0.45 这一条 看一下 这一条 价格500 60个兜的 500 这个是 进口博菲特的 五指的网也 掉栋高度6米1 用了一次 这个用了一次 50个兜 全网重量10斤 这一条 建口博菲特的 上边是0.40 中间0.45 下边0.50号 现境 花生网 这一条 700 还有这一条 这一条 是四指的网也 掉栋高度 高度3米8 上0.40 下0.45 全网重量7.2斤 350 这一条 是那个 传手工 建口 那个 德格原子线 小细线的 也是 三只吊都4米 这个全网是8斤 用的是 3.3公分的 小坠子 3.3公分 小坠子 全网重量 8斤 这一条 480 抱有 12345678 电话号码 达到公屏上 有喜欢的 可以联系一下主播 都有电话 有卖二十网的 也可以联系一下主播 面前 望前一推 右手望后一带 100 打远的网 不要挡得 不用挡得特别远 不要去拉扇面 扇面 拉扇面的力气能弄小一点 然后靠这个 把这网往回拉的时候 靠爆发地把网打出去 很多朋友说打远怎么打 打远 他简单说 就是 把这网往右后方 实际往外抛 就是打远 把这网往外抛 不是靠水平旋转 就是落地 水平旋转落地 那网打不远 是咋脚灭网 打远一定要往上面抛 这样 当网的时候 这网就背太 背太的左边 如果你放左边太多了 这网当的你发现 角度控制不好 适当的可以往右边移动一点 这个打远之后 好 来 一推 一摆 放回拉 我操 挂住碎子 16米 有些朋友觉得 撒这个后手杆 破零变 他就怎么弄的 把这网踢一下 把网搭在手背上 搭在手 搭在手背上 搭在手背上 搭它是怎么个 搭法的 看下 拖在后背 手背上 搭的这种 搭法 这种 搭法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呢 他能够稍微 比那个 直接提在这边 能够好控制一点 是吧 因为有时候打远呢 或者需要 那个移动位置啊 这样子拿起来 比较方便 往中一乱 撒之后 和那个 后手杆 搭法呢 基本差不多 把提在面前 往前一推 右手往后一带 一摆 在面前 望前一推 右手往后一带 一摆 撒法和后手杆 发力 基本上一样 还是往前一推啊 望右边这么一带 很多朋友呢 平时也是问 这个撒往打远啊 跨栏什么来着 打远跨栏并不难 只要你撒的 网不太重 出手的时候 把这手抬高一点 荡起来以后 手往上面走高一点 不要往下边拉 往下边拉呢 跨栏很困难 抬起来也得 平了一点撒 这样子呢 再用点力啊 加上这个高度啊 这网就打得很远 说到平时 注意方法就行啊 其实很简单 那这个 和手杆的撒法 是结束了 明天开始 拍一把网拖网 很多朋友 关心这个一把网拖网啊 明天拍这个 一把网拖网视频 那么明天再见啊 拜拜